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 我们上个礼拜开始一起学习群书之药中修其自凭的智慧 我们一开始学习 我们考虑学习这一部书 我们要考虑得很深 要考虑得很远 我们用很正确的心态 来学习这一部书 态度决定成功 态度决定我们的收获 假如 比方说 我们学这一部书 不是以修身为本 而是希望透过懂这些道理 去看别人的错误在哪里 那学这一部书 那学这一部书 就变成增长我们 傲慢的真上缘 见人过的真上缘 所以正确的学习心态 正确的学习心态重要 师长在一次专题的开示当中 这个开示 题目是 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这个善智 核心在心 要善用其心 我们学习 询书之药 师长在这一篇专题开示当中 有提到 要善听善思维 善言善行 这个善听重要了 不能听偏了 更不能听邪了 师长 他是硬大众的鸡 他会强调 很多因缘 因为他的鸡很广 比方 比方 会齐请 企业界的 那是对这个时代的关机 20个企业 落实传统文化 可以把传统文化复兴 因为企业界的影响力 因为企业界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以前是四农工商 万法因缘所生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对当前的缘 看清楚 人除了有心量之外 也要有见识 你不能看不懂时代 看不懂局面 这样会好心 犯了坏事 曾经 在 广东地区 有一个社区 还非常支持传统文化 他这个社区相关的官员 都很护持 结果我们学习者太激动了 在这个社区里面 发佛教的东西了 结果所有支持的官员 统统被调查 也说人家那么尽力护持 我们一下激动 都不能搞清楚 在 大陆 这个宗教 虽然 我们知道佛教不是宗教 那是因为我们有师长的指导 知道佛教是佛陀的教育 但是一般大众 在位者 他不一定了解这个情况 不换人之不己之 换不知人也 人家不理解我们 我们不难受 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别人 现在的认知状况 人都是很难过别人不了解自己 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情绪就上来了 我们感受越强 情绪越大 根本体会不到人家的想法 就陷在自己 自我里面 这样的心境 想要经一世 长一世 很难 要学群书之药 学不进去的 心不到位 法语学不了 不相应 相应重要 五祖 把一波传给六祖 六祖当时候几岁 二十四岁 在家人 没听过经 神秀大师 跟了几十年 手作和尚 可以代替五祖讲佛经 但六祖大师听了半部金刚经 他开悟了 一波传给他 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又是在家人 因为他的心境到了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不是说 学佛学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我们假如不懂得放下 放下才是功夫 不放下心境是不能提升的 不放下执着 就被这个执着卡住了 不放下情绪化 不放下自我感受 那很难提升的 因为这都属于见识烦恼 那见惑 自己的看法太强了 别人都给不了意见 固执其见 识厚 这就是自己的感受情绪 贪嗔痴慢疑 那障碍住 我们自性的 得能智慧的 无量的智慧得能是本有的 神之初心本善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但有妄想执着不能真的 所以真正的功夫在放下 不是外面学了多久啊 中食指啊 不中行事 其实中食指啊 不中行事啊 对我们 这一两代人是不容易的 我们中行事习惯了 我们所成长的背景啊 经济快速开发 经济 眼前的利益啊 不能 让它跑掉了 要用尽一切手段 把我眼前的利益拿到 就很容易做表面功夫了 我们以前还没学传统话 做人做事的习惯 很可能都跟传统话的精神呢 不够相应 甚至是违背的 这些都要转变啊 不然我们本来做人做事的习惯 还是用在这个学传统话上面 急功近利啊 好高物远啊 你说心态都不相应 怎么学得进去呢 越学越分别 越学越执着啊 修学守重建立正知正见 你正确的知见 你正确的知见 才能指导我们修行 指导我们怎么用心 指导我们的一眼一行 这就是正知正见了 就像 刚刚提到的 你不能了解形式 国家的法令你要懂啊 不犯国制啊 这是老和尚讲经呢 特别强调这四个重罪啊 人一激动起来啊 老和尚的教委啊 都不知道 跑哪去了 十万八千里外 这样啊 这样啊 会给传统文化抹黑啊 甚至都影响 老人家的威望 老人家一代实教的红传 都受到影响了 这是大家要冷静的地方啊 这是大家要冷静的地方啊 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啊 得到人生的见识 人生的阅历 孔老夫子 周游列国十四年了 最后 可以回到鲁国啊 为什么 这个我们要体会啊 是因为孔老夫子的学生 比方说 染球 这些弟子 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 当时 染球 他们呢 带领军队啊 对抗齐国的侵略 比他们大很多啊 比他们大很多啊 结果鲁国胜利了 当时 当时后 这个 季孙士 就请问染球他们呢 哇 你们 能打胜仗吗 谁教你们的 啊 染球奖 我的老师啊 孔老夫子啊 是因为学生 对国家的贡献 把老师啊 迎回 你路过啊 大家想想 假如不是这样的 背景 能有这样的因缘发展吗 那我们 读了这个历史啊 我们身为老人家的弟子 我们应该怎么做 假如我们一激动 都不照国家的法令呢 那上层怎么理解 这个情况啊 哇 这些人每天 都听老和尚讲经啊 可是他们怎么不遵守国家法令啊 那变成 师长老人家的一代实教 的宣扬啊 很可能被误解了 造成障碍了 我们可不能 老人家一代实教不能很好的弘扬 都把责任推给别人 首先呢 我们自己当弟子的要检讨啊 师长 讲经的时候提到 佛法衰 我们出家弟子 要负最大的责任 因为出家人 要贺诞如来 家业啊 出家了是入 释迦摩尼佛 的如来家 要带佛说法 俗家的名字都改了 所以出家人也是个行业 它的本分是什么 是弘扬佛陀 一代实教啊 这是出家人的本分啊 那出家人 那出家人假如不去 弘扬佛法 那这个对自己的 本分 所谓敦伦敬奋 就有窥施了 所以从责任上来讲 那当然出家人 责任 比较大 所以师长在 论事情的时候 合情合理啊 所以今天传统文化不能很好地弘扬 那我们当学生的人 也要反思啊 我们不说 远的 我们就说近的吧 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 我们的另一半认可我们吗 我们先不谈什么自国平天下 那个太远了 修学啊 这个赤地不能乱 物格而后知智 物格是知智的本 君子物本 知智而后议成 整部大学都在讲物本 议成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生修 我们 在任何境界啊 这个心都控制不住 这个生修不了了 生 有所愤智不得其正 这大学里面 指导我们怎么修心呢 愤智就是 发脾气了 情绪上来了 那不得其正了 有所恐惧不得其正 其实这些经文呢 我们都要随闻入观 读的时候随闻入观 关照自己的心 我昨天 有没有哪件事情 有恐惧啊 有得失啊 有得失就有恐惧感啊 怕失去了 有所好要不得其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很想突然间很想吃什么东西 虽然还在上班期间呢 有点坐不住了 想着赶快下班了 哎呀 赶快冲去吃这个东西吧 我们的心马上被欲 贪欲 控制住了 这个时候能不能 念阿弥陀佛啊 现在 这个贪欲的力量呢 比我这一句佛号强多了 能不能正念现前呢 不让这些欲望 污染上来 所以了凡色序这一句话很重要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有所忧患不得其正 有没有担心的事啊 尤其是未来的事情 有时候当前举棋不定 也是忧患 忧患一般是 现在烦恼 跟未来烦恼 以理则情啊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心 有愤痴 有恐惧 有耗耀 有忧患 我们能不能用理智 调伏这个情绪呢 提起精教 精教是我们性德 理智来调伏情绪 调伏烦恼 我们看了凡事训 了凡事训这一部宝书啊 道圣和夫先生 推荐给年轻人的第一本书啊 当然我们不要一听到这里了 哎呀我赶紧 让孩子学啊 让年轻人学啊 这个是齐家的部分 生修而后加齐 我们得把了凡事训 做出来 让家里的人觉得 哇 爸爸妈妈 学了了凡事训了 不发脾气了 很体恤我们啊 他对了凡事训 对传统文化产生好感啊 亲戚朋友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建立在我们的为人演说啊 在基础上啊 刚刚跟大家提到 我们学传统文化 很可能我们过去的习惯呢 比经典教的强多了 我们遇到境界还是过去的习惯做主了 过去的习惯 哎呀什么好东西都是先要求别人做 不是先要求自己的 这就是一种习惯 之所先后 折静道义啊 这都是这是大学的教诲啊 今天我们重复提了两部书了 了凡事训还有大学 你整个群书之药就是在全市大学的 两纲八木 怎么好好地去落实 了凡事训里面有讲到 凡齐天立命 都要从无师无虑处 感格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句话有没有印象 齐天立命 要从无师无虑处 感格 你希望未来怎么样 不是你常常在那里希求 发了愿呢 我也听过 有同学说 我想出家 那你不能变成每天都在 哎呀我想出家 我想出家 那变烦恼了 不善用其心 你有这个愿 发了佛菩萨是法界身 佛菩萨安排 真有这个机缘 佛菩萨自然会护齿 你在那里干着急 结果自己的道业都没有提升 出家为什么 出家不是逃避呢 出家是贺旦如来家业 我们现在 未来烦恼一堆 怎么去 扶持在家人 放下未来烦恼 自己都做不到 还能射受别人做到啊 自己不能度 而能度人者 无有是处啊 先后要搞清楚啊 自己要自度是先的 度人是后啊 正极是先 化人是后 我们现在想法做法 跟这些经教呢 倒过来了 远离颠倒梦想啊 这种心念颠倒了 做法颠倒 要调整过来 要调整过来 要用理智 不能感情用事 要把这个感情用事习惯 调过来 面对境界 要把经教提起来 刚刚跟大家提的 好心办了坏事了 这个社区的官员那么支持 结果我们一激动 不了解形势 造成人家当地多大的 障碍了 影响多少人的 信心呢 弘一大师 将《格言连弊》 挑出重点来 编了《格言别录》 这都是 民国时期的高深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周 主要引了 映光祖师的两段话 跟大家探讨啊 两句话就可以 谈两个多小时 我们现在学东西啊 那个惯性也要注意 我们学习的惯性就是 狼吞虎咽 哦 什么都学过 学了好几步经了 遇到境界啊 一句也提不起来 那这种学习状况 不需要调整嘛 不需要调整嘛 所以现在要学一句啊 要能解形相应一句 要能真得受用 要能真得受用 人家才相信 轻浮自己的影响啊 很可能 你亲戚朋友 对传统化的信心呢 就是从我们自己身上开始的 我们不表好法呢 坏了亲戚朋友的 法源啊 隔岩别录啊 教了很多啊 人情事理啊 李秉兰老师说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啊 是书呆子啊 会伤天爱你啊 你说他 他哪有去伤天害理之心呢 可是他干出来的事会坏事啊 太激动了 不理智 《隔岩别录》里面有讲 要度得量力 这是对自身的客观了解 你不要打肿脸冲胖子啊 太逞强啊 欸 有的人的性格是这样的 你不改性格要去利他 很难啊 就像我的性格就是 太逞强 透支 到最后身体也不行了 人家一看到我 那时候还没有出家前 蔡老师啊 你怎么这么瘦啊 啊 怎么跟着你的人都这么瘦啊 你看人家当父母的人 看到我都不敢让孩子 跟着学了 学得这么瘦啊 心疼啊 随时要表法啊 你不能说 哎呀 大家都不知道我 我工作量很大的 你看 都在给自己找借口了 找借口也是一种惯性 找借口跟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这句经教啊 就不相应了 度得量力啊 我们看师长老人家 我没见过老人家熬夜 他首先要保证好自己的身心啊 才能长久的 弘扬佛法 我这个当弟子的不善学了 挑着学了 老人家又没有演熬夜 我怎么熬夜呢 所以师长说的 谁是传人 百分之百听话的 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看得懂他在做什么 老人家就没这么说 没这么做 我还是这么做了 那还是自己性格做主 习惯做主 都要以师长的 身教研教为标准 这才是从明师受戒啊 老师所说的老师所做的 是我们的教界啊 那刚刚跟大家说 要善学 师长有说善听啊 那老人家 对重五大洲啊 各行各业啊 受众上亿人啊 他要应激说法 他跟企业界 希望企业界的人能提起使命感 现在企业界对社会的影响大 有一个企业登出广告来 这是二 快二十年了 成德刚到海口的时候啊 看到这一则新闻 在深圳 有一个企业 登出来 年薪二十万 真一个主管啊 条件其中列了一条 会被弟子归 一时间 深圳的书局啊 很多人进来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本书叫弟子归 这个书局的人 没有也赶快去进货了 是吧 带动性很大 这个启示一个小学老师说 要学弟子归 可能起不了这个作用啊 现在人 他要讲现实啊 这学这个我的孩子以后出社会有用吗 那企业界一重视 家长就重视啊 这个就是局势啊 要看得懂啊 法无定法 法是因缘所生的 我们要对客观社会环境要看得懂 才能应激说法 才能应激说法 要看得懂师父在应激说法 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你一听老和尚说二十个企业落实传统 好我来办企业 不是昏倒 这不是用你的计计 当然 刚好你是家庭主妇 你的哥哥 是做企业的 那当然你可以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这个是可以的 可是你不能听神说 好啊 我要出来办企业了 家庭主妇我不干了 这个太攀缘了 太激动了 每个人这一生 成长的背景 个人的柄 这个财性 专长 特质 都不一样 有些人的专长适合弘法 有些人的专长适合护法 都有差异啊 自知者明啊 老子 教导要有自知之明 所以 这个 我们要理解啊 老上受众那么寡 我们要善听 就像 师长在这一篇专题开示里面有讲到啊 有些人 一听师长说什么重要 他就开始学了 这个 群书之要重要 开始学群书之要 师长说古文重要 开始学古文了 师长说无量寿经重要 学无量寿经了 师长说文字学重要 他要跑去学文字学了 随时在换学的东西 他换的头都有点晕了 要能理解啊 学文字学 那是请 请谁发心啊 请年轻人发心啊 请第一线的老师 他可能要教孩子文字的 他懂得了 他懂得了六书的造字 那孩子 懂 他教给孩子的 孩子要学汉字 轻松啊 他知道有这个系统 那你要学 学个概念 你不要一要学了 我要成为生育学专家 你是个小学老师 你要当生育学专家干嘛 你是要到大学里面 教这一门科 你才是当这个专家嘛 好 所以都要善听啊 不然 这个时候学学这个 那个时候学学那个 学什么都学不深入 学了自己也没信心 所以要善听啊 好 大家 可不能呢 学了群书之药啊 佛不念啊 那我就当了 帮凶 帮凶了啊 所以话我得跟大家讲清楚了 所以一开始 这些观念呢 要跟大家沟通好玩 所以先引了 映光祖师的两段话 好 当今之事 好我们再复习一下 重视已成正觉之古佛视线 绝不另于敦伦净分 即注重净土法门外 别有所提倡也 别有所提倡也 所以这一生要了脱生死 你靠其他的法门不容易了 靠自力啊 要断见识烦恼 对现在这个时代的人 几乎是不可能 我说几乎啊 我没说绝对啊 你不要又拿着这句话 去跟人家抬杠啊 人家就想学禅宗啊 你就在那里跟人家 要说服人家 几乎不可能 你想说绝对不可能 人家就针对绝对啊 要跟你好好理论一番啊 而且讲话 时机相应再夹 人家就是要跟你辩论了 你干嘛去花那个时间呢 要调动起我们厚变的习气 话要跟知己讲嘛 话不投居半句多 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跟现在人讲话 不要太绝对 要疑似 可能会怎么样 你绝对会怎么样 人家一听就不舒服了 这个都是言语的 涵阳啊 这个也要学啊 言语是可以激功累的 言语也很容易让人家生烦恼啊 所以孔门四科 言语排在第二位 群书制药 这三六零里面 好多都是谈言语的 好 好 好 印竹讲呢 使达摩大师陷于此时 亦当以藏佛立法门 而为殉道 达摩祖师来了 也不传禅宗了 传什么 传净土法门 所以广清老和尚就是一个代表 他学禅了 他证悟了 他证悟了 可是他遇到人都是叫人家老实念佛 这才叫入境界了 入境界的人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入境界的人还说 我学禅宗 那他就没有入境界了 我要教你我学的 那个我我常常现钱啊 那哪有算离世相呢 入境界 谁众生心应所自量 众生的根性能学什么 他就应激说什么 好 那我们要记住啊 我们已经学佛了 此身不将精深度啊 更待何时度此身啊 学群书之药 实在也能帮助我这一生 了脱生死的前提哦 不要一激动了啊 把念佛法门给忘了啊 冲啊冲啊就干传统文化去了 当然这两个是不违背啊 可是我们没有把理贯通啊 我也见过不少做传统文化的人 做的佛啊 少念了 念不起来了 然后自己陷到 做传统文化的事情里面 神很多烦恼啊 这个都不是很稳妥了 这个都不是很稳妥了 师长老人家有提醒哦 你这一生往生呢 传统文化呢 可以做生生世世 你这一生不能往生呢 你传统文化只能做这一世 你考虑是要考虑的深 考虑的圆 所以我们现在学群術之药 是让我们敦伦敬奋 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是敦伦敬奋 是断恶修善 才能积功累得 断恶修善又不着相 断恶修善不求此生跟未来的 善报 一有求善报 所做一切就翻转成轮回的善业了 不是功德了 这一念心要注意 梁武帝啊 就是做而有做 做了那么多佛门的好事 希望人家赞叹 心不清静了 所做一切翻转 翻转成轮回善业 也是轮回业 当生要成就的人 不能用轮回心造轮回业 要修敬业 所有善根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怨生极乐世界 这跟十八愿相应 所以正住双修 这个认知啊 我们要有 而且我们看 敦伦净分 要净本分 家庭有本分 大学 这个八目啊 这个赤地不能乱 家齐而后国制 齐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无知 表不了法 社会大众一看 这个不能学了 家都不照顾 还说去做功德 前面都跟大家举了例子 那以成德来讲 成德也有本分啊 我有汉学院的教学任务啊 我讲的汉学院的教学任务 敷衍了事 然后跟大众开很多课 那我也没有敦伦净分 每个人随时要关照啊 自己所做跟经教相不相应 首先 我自身 要重视我的修身 我不能讲课讲到 我每天佛也不念 佛也不拜了 界定功夫也不修了 我们也见过啊 讲课 确实口才好 讲得非常好 脾气越来越大 那他界定没有重视啊 界定不是你 你重视 他就提升了 你还要下功夫啊 要习定啊 会须闻 呢 听闻佛法增长智慧 定须洗耶 定要练习的 你每天不读经 你每天不念佛 你怎么洗定啊 界定的功夫要向上提升 不然我们遇到境界 做不了主的 你平常没有定刻念佛 然后 不用思考的时候 赶快把佛号提起来 闪念 化枕为灵 没有这个功夫 去下 真的遇到境界说 我马上要提起佛号 也不容易的 所以自己的修身齐家 重要 修身要时间 齐家也要时间了 那成德 要护持 像 协助自己 办班教学的 团队啊 我有团队我才能够办班教学 这是我的本分啊 那我要带团队 要不要花时间精力啊 我要带汉学院的同学们 要时间精力呢 要时间精力呢 我现在当班主任 三个班的班主任 我挂一个班主任的名 同学们的情况我都不管 那我还算敦人敬奋吗 那我还算敦人敬奋吗 所以 我怎么可能在我的本分之外 我还去指导这个团体 我还去指导那个团体 那我就不熟我的本分 那我就不熟我的本分了 那我就不熟我的本分了 我也得给大家表法 表好啊 敦人敬奋了 敦人敬奋了 我没有敦人敬奋 我的团队流动率都很高 都跑掉了 然后我还说 这些离开的人没散根 那是我的问题啊 不是他们的问题 所以依我当前的因缘 我不可能 还去挖指导那个团体 那个团体 当然呢 有哪一个团体跟你说 嗯 我是直接给陈德法师打电话的 你要小心一点 讲这个话的 有问题啦 太高调了吧 太炫耀了吧 不张人短 不炫己长啊 大家学三根呢 学了要有自知 要有知人的能力 都要会判断 讲到这里啊 会不会有人 内心有点失落 我还想 这个 法师多 关怀关怀 我们老和尚是学华言的 华言经是世事无碍 我们也一直在体会世事无碍啊 确实我们也很珍惜啊 彼此信任的法缘 这法缘 难得哦 往往啊 不是这一世才结的 可能我们过去生啊 都是同参道友啊 都是跟着师父上人学的 再补充刚刚的一个点 我们要真正的敦伦敬奋 为人演说啊 这样师长老人家的一代实教 会受到世人更高度的肯定 我们当地主的得跟他配合好啊 这样现世跟后世的众生 能得到的利益就更大了 老人家影响就更深远了 这是我们每个老人家弟子的责任哦 那老人家学华言世事无碍 所以确实当下就能世事无碍 成德尽心尽力 敦伦敬奋 我才解形相应啊 我对这些教理的体会才能深入啊 成德越深入 才能更好的供养大家 那所有信任的人 我才有东西供养他们啊 我不守好我这些本分 我那个心态就已经有搞明文立养了 人为什么不能安下心来敦伦敬奋 就是有明文立养心啊 哎呦哪里哪里很需要我呢 他那个被需要的感觉 他很舒服啊 他很享受啊 那个也是明文立养心啊 要齐家啊 面对家人 都是真刀真枪啊 你没有真实的改变啊 你不可能让家里的人 福气的啊 家里的人最了解我们啊 我们是干真的干假的 他们看了一目了然啊 外面的人 一个礼拜才见我们一次 不容易看清楚啊 不容易看清楚啊 真实的功夫 就在你自己的家 自己的团队里面 练得 最实际了 而且这些缘是最成熟的缘 就是我们当前的责任啊 好 所以我们多体会世事无碍 啊 其实啊 十几年前呢 师长就 教成德了 我的慧根太差了 当时候在炉江 十七年前啊 师长就说了 十年不出汤匙 十年不出啊 就是让我们定下来好好修学 可是定下来好好修学 也同时可以利益 有缘人 因为做好了 比方这个地方的 每一天正民学校 照常开课啊 开课的时候 用网路怎么样 把这个课程拉出去啊 那天下人都能学了吗 现在有Zoom啊 现在有网路很方便啊 所以面对大家 对成德的信任 我要更好的吨吨敬奋 才能有东西啊 供养大家 好 所以世事无碍 我们跟老人家学啊 就要像老人家 以前很多 这个 太多的预设立场 在执着 执着在自己的角度上 要跳出来 要往 世事无碍 去体会 师掌 有一个目宝啊 是他老人家修学的心境 一 凡往菩萨 一 心形 凡往菩萨 借经啊 什么心形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 一切女人 是我母 修自性 那 一切境界 都是来 成就自己 都是来 恢复自己 自性的啊 那就 入华言 无碍境界 每一切 每一个境界 不管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都是来 成就自己的 那有什么爱啊 我们跟境界 对立起来 它才有爱啊 所以 入华言 无碍境界 祝弥陀 极光 净土啊 不是往生才祝啊 现在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这个频道就接上去了 身则决定身 去则施不去啊 鸿鸣正张自性啊 净土 方显 唯心啊 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 从自己的真心 变现出来的 好 今天呢 超过一点时间 抱歉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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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